福建队与深圳队的比赛 在赛后 很多人都认为深圳队会轻松获胜 毕竟两队阵容实力完全不是在一个层面上 加上福建队主力封县陈林间赛季报销无缘比赛 然而福建队却展现出来了不一样的水平 与深圳队打得难分难减 不过到了比赛最后的时候 福建队在进攻端出现了问题 被深圳队打出了一波8比0的得分小高潮 最终 福建队以101比109遗憾地输给了深圳队8分 无缘拿到比赛胜利 面对这样输球 福建队主教练朱世龙也是显得十分无奈 在赛后只能用实力不如人家 来点评这场比赛 从朱世龙所言来看 充分说明了他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然而 福建队离比赛胜利 是这么近又是这么远 这也许就是球员比赛经验的问题吧 不过 福建队这场比赛虽然是输掉了比赛 却也是有两大收获 一个就是球队在深圳队身上证明了自己 证明了自己只要打得自信 打出水平 那么 依然可以与CBA强队过招 依然有冲击CBA季后赛的机会 另一个就是收获了一名CBA顶级中锋 没错 他就是2000年出生的小将赵一鸣 本场比赛 朱世龙突然间给没怎么上场的赵一鸣出场机会 并且给他打了19分31秒 没有想到 赵一鸣利用这19分钟的时间 打出了CBA顶级中锋的表现 令人眼前一亮 面对着老冬家深圳队 赵一鸣没有胆怯 不管在进攻端 还是在防守端 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特别是在进攻端 三分球四投三中 命中率高达75% 也许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身高2米18小伙子 三分球这么准 同时 在内线他也打成了2加1 可以说 赵一鸣把深圳队内线 搞到天翻地覆 完胜前队友沈子杰和李慕豪 让老冬家十分没有面子 若不是 朱世龙关键时候不用赵一鸣 也许 赵一鸣可以帮助福建队 击败深圳队 这场比赛 赵一鸣虽然出场时间不足20分钟 但是 他投篮八投四中 砍向了13分7篮板的数据 与打了40分42秒的沈子杰 在个人数据上也是不分上下 沈子杰12中5中 拿到了14分9篮板的数据 可以说 从个人效率方面来看 赵一鸣完胜沈子杰 就别说拿下0分的李慕豪了 毫无疑问 赵一鸣在老冬家面前证明了自己 2000年出生的赵一鸣 现在只有23岁 身高达到了2米18 在18岁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深圳队一线队员 可以说是潜力无限 被认为是深圳队未来之星 甚至 球迷曾一度认为 他会是未来中国南篮的主力中锋 然而 在最近两个年 他却陷入了无球可打的局面 特别是郑永刚成为深圳队主教练之后 他完全弃了赵一鸣 几乎是没有给他一点机会 在今年夏天 深圳队重新签回到了李慕豪 于是 就把内线新星赵一鸣送给了福建队 从赵一鸣本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充分说明了 深圳队这个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这场比赛 李慕豪可以说是毫无作用 砍下了0分0篮板0助攻 尴尬数据 而赵一鸣却交出了13分7篮板的数据 两人数据对比 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很显然 郑永刚看走了眼 不知道 他看到赵一鸣的表现 会不会感到脸红 会不会后悔送走他 当然了 不仅郑永刚看走了眼 福建队主教练朱世龙同样是看走了眼 在比赛最后三分钟 朱世龙却弃用了表现出色的赵一鸣 结果 大家也看到了 福建队内线完全失去了控制 被深圳队一打一个准 同时 我们从比赛中也可以看到 赵一鸣在球队并没有多少战术地位 外援只会单干 赵一鸣有更好的机会 也不会给他传球 可以说 假如 朱世龙多给赵一鸣制定战术 多给他传球 福建队大概率会赢下这场比赛 可惜的是 朱世龙并不信任赵一鸣 认为他在防守端 有移动慢的问题 并没有重用他在进攻端的作用 显然 朱世龙也是不太会用赵一鸣 不过 赵一鸣在有限的时间 依然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这也是给朱世龙一个提示 未来可以多用他 笔者认为 在接下来的比赛 朱世龙还是要多用赵一鸣 多给他制定战术 多给他锻炼的机会 多培养他 或许两年之后 赵一鸣会成为CBA的顶级中锋 完全可以弥补 王哲林离队所带来的损失 各位看官 你们说呢 祝 想要了解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和点评 各位看官 可以点赞 转发加关注笔者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